想问问婆婆 您跟小伟第一次去小凤家拜访的时候 看到小凤的家里是这么一个状况 尤其是婆婆 您第一感受是什么 那叫了看来凄凉 那就是闷女人叫 那家是看来 那不是说的那个 愣过愣糟了 孩子不带叫 他就愣过愣了 闷着大口水 他不能喝口水 凄凉的叫了看来 叫了看来就是 那里都那个 会很感觉很凄凉 对对对 你听说看到这场面之后 当时就哭了 对对对 心酸了 心酸 当时那会儿 小凤在前面走 我跟在后边 一进这个门口 我看到这个木门以后 就这么宽 一米宽的小空门 单上门 单上门 然后进去以后 门是破的 一开GUGU响 人家过里都没有了 进了院子里边 说是小院 其实是人和人家 一块 一个工人宿舍 门口有那么一小片 他在前面走 我就在后边 当时 我眼泪 就在眼里边打转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因为我俩 跟我接触的 我俩 接触的太不一样了 我俩在一块 他爱说爱笑 我也老是逗他 感觉挺好 但是没想到生活这个条件 这么苦 我想 他在这个环境中长大 而且他性格又是那么开朗 爱说爱笑 我感觉这个小女孩 就是我喜欢的 就是我想要的 而且我必须追到手 叔叔 您觉得 您的女儿 找到了这样的女婿 找到了这样的婆婆 您满不满意 满意 又能干活 不嫌脏 不嫌累 这种生活 几来说多少多少都可以试断 青椒也挺好的 两个青椒都挺好 都挺好 都互相照顾我 现在日子是特别好了 对 我们现在生活状况挺好的 有没有住上楼房了 蓬户区改造住上楼房了 一条人在一起和乐融融 房子有多大现在 现在有一百 一百 一百平房 一百多 因为那个是我们 我们那那个蓬户区 就是政府改造 然后也是根据我们 原来那个小平房 然后人家给拆补的 感谢我们这个政府和社会 对于这一个家庭的 这种支持和照顾 接下来我们来请三位老师 听听看他们的意见建议 有什么样的问题 可以跟我们这一家机口 在台上互动的 春卫有请 爸爸不容易 把小凤带成如此的开朗 小凤不容易 如何平衡三个家庭 而小伟也不容易 因为你要从一个密罐 然后要接过这么一副担子 所以我们说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邯郸好人 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和那些 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相处 不是去讲利益 不是你该给我多少 而是说我们应该如何去相信爱 我们应该如何去用爱的和信任 往下走 所以看看小凤的22年 他有很多别人没有的伤 但是他又有很多别人走不到的爱 我觉得正是这样的一份 靠自我的努力和自我的成全 才会有现在的和睦 这个首先从小凤开始说起 真的是心疼 虽然听到以后都觉得心疼 但是小凤觉得不疼 在他性格里面 觉得这不是什么 如果你觉得我是委屈的 那你就一定会生恨 一旦生了恨 那么现有的家庭 还有很多的关系 将会被这种恨所破坏 所以 小凤有今天 也是基于 你曾经的经历 给你积累的财富 那我们再来说 这个小凤的爸爸 不管生活多苦 不抱怨 潜移默化的 培养出了这么一个优秀的 和坚强的小凤 然后小伟 当看到小凤这个状态的时候 当他进他的家门的时候 他的第一感受是 我要好好爱他 我要保护他 所以这也是一个 不一样的男人 都是愿意付出的男人 婆婆那就更不用讲了 在恋爱期间 您不但没有去阻止他们 虽然开始有了些犹豫 真的人之本情 但您知道实际情况以后 您愿意去付出 所以您成就了这段姻缘 所以最后 我就突然想到一句话 这也是我们经常讲的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既是一家人 都是至亲人 祝你们幸福 可能有的时候 养父说话 有一点点凶 他不太会表达 但是呢 你总是可以用你最柔软的心 去感受到 他话语里面的温度 而且呢 你还是一个好媳妇 你看 你今天拉着你老公 来到我们的舞台 去感谢你的婆婆 我一定相信 你在婚姻中 就是你们家里的 那个润滑剂 把大家都拧成了一团 绝对不会有矛盾 所以我相信 你们一家都是好人 你们一定会特别 幸福地走下去 那接下来呢 其实就是到了我们这个 向他告白 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舞台啊 交给你们一家机口 心里的话 好好跟对方聊一聊 好吗 女生们先生们 进入我们今天的向他告白 妈妈 感谢你的包容 也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谢谢你能和我一起照顾我吧 不客气 我们都是欲教人了 妈妈 特别谢谢你 我希望你以后 每天开心 愿你 愿你健康长寿 我在这也说一句话 静山影山 再好 也不是我这一对 而你好